呛呛三人行 咱们经济学家夜谭又来了 夜谭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你看我对夜谭特别佩服的地方 就是他能讲很多我听不懂的话 你在骂我 经济吗 他一讲经济我就愣 我就凝视你 但是我查了一下你的底 你好像还不是学经济 学历史 学历史的 那么你是怎么样能从一个门外汉 变成一个专家吗 我19年的黑箱 对呀 经济你自学成才 不是的 当时其实跟经济有点关系 然后后来转到经济是下的苦功夫 那几年确实脱成皮 就是把经济的那些东西 全都完完整整的要重新看一遍 那不是说转就能转的 我为什么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 因为最近专家又成了一个话题了 是吧 李可基教授 道歉了 但是他这个道歉 我必须说啊 是有保留的 有前提的 这个李可基教授 我们你知道吧 就前一阵闹得太大新闻了 茅台酒就出来 然后李可基教授在那个场合上 就说了 说这个人类啊 排毒的能力很强的 成年人弄点这个三聚清安 没有什么 害处 而且说这个塑化剂 塑化剂的影响啊 没有在人身上得到验证 塑化剂是相对安全的物质 你看我这样讲几句话 都是媒体爆出来的话 可是我这样讲啊 李可基教授是不能接受的 他有上下文是吧 对 据说啊 他这个要是全文 看了他讲的这个话呀 甚至于我看到有另外的专家 当然你们是不是专家帮专家呀 有另外的专家 你看说 认认真真看完了 北京大学李可基教授 在茅台发布会上的完整发言 我确认没有任何问题 他的关于点是客观平和 但是相关微博 断章取义 把他句子截出来了 导致含义的不完整 等等 你这个专家说说看 我还真不是公共卫生专家 我以为你什么专家都行 真不是 大家有个信任危机 他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当你把那个截出来的话 你会发觉那个话 特别耸人听闻 他说你舒华剂没关系 反正这个人类你看 这个不光吃了舒华剂 不光没事 寿命还越来越长了 人类也没灭绝 对不对 所以吃点舒华剂没有问题 他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意思了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科研是最严密的东西 你比如说最近香港出事了 你们两位在香港 香港出事 说一个北大荒的孙公司 在香港卖了花生油 滴沟油 不是含滴沟油 含本笔的一种化学成分超标 超了大概几倍 本来应该是0.2 他这个大概到这个1.0啊什么的 超了几倍 那这个东西就是的 你说他能不能彻底杜绝呢 说一点也没有 不可能 做不到 如果说但是你超到多少 对身体有害了呢 这个时候就要靠 真的要靠这个公共卫生专家的 告诉我们 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超过这个限度 不是说你必然致癌 而是致癌的概率大大增加 这种才是科学的论则